俄羅斯副外長謝爾蓋里亞布科夫星期一表示 俄羅斯不會考慮在敘利亞城市阿勒普再次出於人道主義考慮而實施停火 而在之前阿勒普72小時停火已到期 俄羅斯和敘利亞政府軍發動新一輪的空襲 俄羅斯和敘利亞堅持說空襲只是針對聖戰分子 但觀察人士和西方政府說空襲同時亦將日益陷入困境的平民當成為目標 俄羅斯副外長米亞布科夫表示 新的評審將要求對手作出保證 要求反政權武裝保持它所講的恰當行為 俄羅斯副外長米亞布科夫表示新的評審將要求對手作出保證 要求反政權武裝保持它所講的恰當行為 俄羅斯副外長米亞布科夫表示新的評審 1、2、120萬平民被跨往阿立坡東部 當地的結合食品已控制移民物資 自7月份以來就未成功有 weit携入阿立坡 直播醫院提到說 這個月底食品發放即將會斷絕 美衛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